That's when the bass goes 正打算好好度过这14天 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的日子 他在路边领养儿一只小狗 还搬到郊外的小木屋 他想着晚年有只狗陪伴好过做单身狗 但他的职业习惯让他过度紧张 在神经之下把小狗给杀了 看来老邓命中注定只能做个单身狗 老邓只好默默的把狗埋了 这时他发现邻居竟然是连砍财都没力气的妹子 于是老邓就在小力还没出门时就帮他砍好了财 这晚老邓收到集团副总统洪姐的任务邀请 本来老邓是不想再接任何任务的 但这单任务竟然价值2000万美金 老邓决定干完这单就退休 来到目标地点 老邓与目标友好的交流一场之后 觉得这群人根本就小菜鸡 但老邓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才是这群人的目标 只是自己太强大了 才没被对方干掉 原来是集团的老总白胖子想杀他 因为他不想付退休金给退休的杀手 才派人杀了退休的杀手 但老邓实在太强了 很难解决 尽管红姐劝白胖子把老邓的退休金给他 并不要再派人去杀老邓了 白胖子就是不甘心 并威胁了集团会计 得知老邓有四套房子后 他们逐一排查暗杀老邓 但他们的计划却落空 他们没想到老邓住在家外的小木屋里 而老邓也和小丽有了交集 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 老邓还送了一把手枪给小丽 并教小丽如何开枪 但小丽还是不敢开枪 这时小丽说出他13岁时 家人被坏人杀了 他一直很想报仇 但越想报仇他就越不敢开枪 这一天在回家的路上 老邓遇到了车子抛锚的辣妹 看着冰天雪地的 老邓就好心收留辣妹 哪知辣妹是公司派来的杀手 计划是在老邓最舒服放松时 让外面埋伏的人杀了他 因为其他方法根本杀不死老邓 但老邓早已发现了不对劲 就干掉了所有杀手 白胖子叫人绑架小丽 这波操作彻底激怒了老邓 白姐告诉白胖子 不给退休金派人杀老邓 还绑架他的邻居 这已经算成为私人恩怨了 最好小心点 老邓来到酒吧 见一位老朋友想得到情报 得知白胖子想吃了他的退休金 没想到老朋友转手就把他给卖了 醒了后老邓见到白胖子 白胖子疯狂地折磨老邓 还刺瞎他的一只眼睛 就是不杀他 老邓寻找机会杀了看守逃了出来 他找到了老朋友黑仔 老邓对黑仔有救命之恩 黑仔为他治疗了一番 还送老邓一套全自动化武器 老邓提前不好陷阱 并在红姐的帮助下 把集团的人引到不好陷阱的工厂 当杀手都到齐后 老邓就开了一场交谈会 在深情交流之后 杀手们都特别感动 深夜老邓来到了白胖子的基地 手下全都不敢动手 乖乖地让入 白胖子就这样被老邓用斧头砍死了 老邓也成功救回小丽 但小丽醒来后却拿枪指着老邓 原来当年老邓执行任务时 误杀了小丽的父母 这件事一直都是老邓与小丽心中的一根刺 老邓希望小丽能动手为父母报仇 但小丽放弃了 因为老邓也救了自己一命 他下不了手 故事就此结束 喜欢我解说的你们 记得关注评论点赞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